汉高碑第九届北京铁人三项挑战赛在前天已经落下了帷幕 难得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参与者既有学生还有年事已高的老者 既有咱们中国选手还有那些外籍的参与者 不管怎样对于这些参加挑战意志力的铁人三项的比赛的选手来说 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着他们都是赛场上的强者 作为户外运动的一项传统赛事 汉高碑北京铁人三项挑战赛已经进入了第九个年头 今年比赛的地点设在了河北省印县 最先开始的游泳比赛在华北地区最大的狐眼之一 溢水湖进行 这位选手是北京的一位退休职工 他今年61岁是参赛年龄最大的 多年来陆启超老人一直坚持训练 多次获得了全国铁人三项老年组的冠军 如今因年事已高 他这次只参加了接力组的比赛 只负责游泳这一项 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林峰 是一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生 他是本次比赛中唯一的一位外国选手 在比赛过程中 林峰从一开始就占据领先 并且第一个完成了游泳比赛 他参加的是专业组的比赛 四位专业组 其实就是业余选手中相对成绩好的组别 他要独立完成全部37.5公里的赛程 自行车比赛是在著名的皇家园林青西林区域内进行 参赛选手要完成29公里的穿越 接力比赛每到换巷时都是由两位选手机长完成的 这位选手唐山负责自行车赛段 在比赛转弯处不慎摔伤了右手臂 带伤坚持完比赛的还不止他一人 你看这位选手 他叫张南 在最后一向越野跑时他腿部受伤 当面对摄像机镜头时张南强大精神 而当他自认为已经出了我们的视线之后 才显出艰难的样子 抽筋了 怎么样呢 现在 没事 没事 能坚持完吗 能 加油 张南坚持跑完了八公里的越野跑 而在终点处 唐山也在与他的队友们一起欢庆胜利 林峰最终获得了专业组的第五名 说实话 这个名次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处于领先 游泳 会游泳的比较快 可是游泳自行车 自行车不适应了 但都比我快 所以 你跑步什么也挺慢的 太难了 明年还参加吗 肯定 肯定参加 在本届比赛中 来自清华大学的参赛者人数最多 他们也成为了比赛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选手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示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他们 但是 我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